第一个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了苗栗线 今天确诊的病例总共有12例 男性的有9位女性的有3位 在国别来说外籍的移工有9个 那么本国的有3个总共加起来是12位 气象的部分包括金岩电相关的有10例 外籍移工有9例 本国的是1例 再来是资方科技有1例是本国的 超风电子也有1位也是本国的 其中的两位没有这个症状 这跟各位来做个说明 目前这个确诊的个案都已经收置在隔离中 相关的足迹也已经公告在苗栗县政府的网站上 这个疫情确诊的人数有下降的趋势 请各位放心不要恐慌 那么在快筛的部分来跟各位做个说明 第一个是资方电子助燃厂 在6月8号快筛了602人 那么快筛属阳性的有6人 在上云光电全场快筛25人 全部都属阴静 另外续红金属全场快筛47人 全属阴静 还有城顶生物科技全场快筛5人 也全属阴静 丁埔里的快筛有274人 都属阴静 所以也没有所谓社税感染的问题 再来我们企业移工的快筛 安心工作来分两个面向来进行 第一个就是潜在高风险作业 雇佣移工50人以上的公司 那移工的快筛 全苗建议现在共有34家 有超过移工50人 那经过调查已做快筛的有12家 预计马上就要做快筛的有14家 那另外还有8家 由我们这个本府持续地在沟通中 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努力 再来就是工业区企业移工的快筛部分 这些所谓工业区包括了头份纯南 还有中芯以及铜锣等工业区 也已经陆陆续续地安排企业移工来做快筛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各个企业的 这个有移工的部分来做说明